最后一天上班日才过中午 民众大包小包拖着行李 早早来到车站准备返乡 放眼望去排队最多的 竟然是台铁便当门市 因为想说在车上也没干嘛 就买个便当吃 对 我自己觉得台铁便当算是 有菜有肉 然后也算不会吃完很空湿的便当 我搭一个小时半高铁 到屏东 到高雄 台铁很好吃很香 对啊 然后它的汁卤都比较重 油油亮亮的排骨 一旁又大又香的卤蛋 看起来好美味 民众过年搭长途车程回家 路上肚子饿了 就靠这一位 一箱箱纸箱堆叠 里面满满新鲜刚出炉的台铁便当 工作人员光是捕获结账 就忙的不可开交 厨房更是全体总动员 加紧赶工 就是要为乘客们送上热腾腾的便当 平常台铁便当日卖月2.5万个 年节期间因过年返乡人潮 每天增加两成 一天基本得做出三万个便当 买便当不然等下可能车上肚子饿 写上任望的天灯缓缓升空 平息天灯节即将到来 台铁便当又有型花样 节庆限定的祈福便当在台北松山南港 限量开卖 要让旅客玩得开心 吃得开心 女士新闻 李瓜颜凯 台北报导